你好 我是Bibi 今天我们会cover两分钟快报 因为要有昨天19日和今天20日的新闻 首先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开始了一系列的韩国旅游的文章 那这个礼拜的有受到大家的好评 就是一起去韩国人也爱的Johnny饺子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很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分类 里头有很多的讯息 再来就是Tiffany登上Shore的一月号封面 真的非常美 那说到他们呢 还有TTS的High Cut 也是 我就只有美可以说了 又美又可爱 又真的很时尚 那再来就是BTS呢 确定来台湾参加红白 就是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 那这个票呢 要怎么索取等等的 请大家也是好的 关注Kpop.com 谢谢 再来就是笑琳翻唱Adel的Hello 也是受到大家的好评 我们来听一段哦 这样子 那全部的歌呢 请到我们Kpop.com去看 恭喜郭石阳和金素颜确定延长他们的假想婚姻 这个就是NBC的节目我们结婚了 已经又延长合约了 也恭喜袁冰和李太映他们的儿子也出生了 再来就是Lulis的新专辑照片 是由师兄L超刀的哦 而且还有很多花絮 如果你想要看他拍出来的作品 请到Kpop.com 恭喜Big Bang获得这个年度最想要的歌手 这是在一个韩国知名的调查组Gallop 他从2015年的7月9日到29日 9月23日到10月16日和10月29日到11月21日三段时间 都向全国冀州岛除外的地区呢 有4200名13岁到59岁的男女进行调查 他这个出来的结果真的非常的有趣 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到Kpop.com去看 他有分年纪 然后歌录等等的 非常好玩 再来呢 有好多人代言这个Lote Duty Free 就是乐天免税店 那2015年他们有全新的MV 人真的好多 有这个金秀贤 蒲海正 崔智友 2PM Exo 蒲信慧 エル 那个Super Junior 李敏昊等人真的说不完 那因为他的那个part有很多 这整个MV有5分钟多 也是建议大家去Kpop.com看一下 我们就来放我们理想杯 每年都第一名的Super Junior的一小间段 有没有 就是真的很多人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段还蛮长的part 接下来Icon最近不是公开了他们的应援色或是橘色 而Eric就出面回应了 也就是神话的队长 因为他们从这个1998年出道以来呢 他们就是橘色了 所以他就说后辈们橘色是98年出道以来 就属于神话创造的颜色 可以的话呢请尽量避开橘色 那我们明年见神话Eric上 所以后来金童丸就接着出声了 他说橘色不只是神话的颜色 他说了一段我觉得非常这样有意义的话 那他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不要求尊重 只是希望我们长时间活动以来 所守护的几样东西都能够得到尊重 那就是神话与神话创造 还有神话在舞台上看到的菊海 各位对我们的尊重 未来会回到你与你们所喜爱的舞台英雄们身上 我觉得这整个都还蛮感人的 因为他有说 他前面说了一整段 也很建议大家去看看 真的很有智慧的话 他就是说橘色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所以他也不是属于我们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很多粉丝的歌手 反正他就说了一段 就是你应该要了解这种东西的尊重 和这个东西对于粉丝们和我们的意义 那也没有在怪Icon的意思 所以还蛮有智慧的 更多非常精彩的寒流新闻 请知kpop.com 谢谢晚安